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很快 再加上媒体喜欢追求话题 作为公众人物 很可能会在被拍到一点注丝马迹的情况下 就传出坐小三或出轨的消息 先前黄光琴就有过这种经历 黄光琴出生于1965年 20岁出头进入新闻界 曾做过台湾新生报与自由时报的记者 也是新新闻与TVBS的资深记者 还曾担任台北流行广播节目 POP抢先报的主持人 以及美丽岛新闻网总编辑 她的丈夫是杨文佳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她还和黄一娇短暂交往过一年 在2004年的时候 还与加拿大华裔舞者马自觉结婚 只是结婚不到两年便离婚了 随后便遇到了杨文佳 婚后第十年 夫妻俩搬到了新北市林口区居住 可黄光琴与杨文佳在一起不久后 曾被杨文佳前同居女友胡小姐控诉是第三者 据悉 胡小姐和杨文佳同居13年 两人曾和开明特广告 虽没办结婚登记 但对外都以夫妻相称 她也控诉 黄光琴当年是在8月1日 与加拿大籍老公马自觉离婚 8月中胡小姐与杨文佳分手 但在8月底之前 黄光琴和杨文佳其实就有亲密关系 更称手中握有证据 对胡女的指控 黄光琴表示 若真有做不可告人的事 早被摊在阳光下了 还说感情不能勉强 不能用铁链拴住对方一辈子 抑制胡小姐因放假 强调没任何欺骗隐瞒 她也解释 与前妇马自觉早就谈了离婚 只是前夫长期在外地 所以拖到8月1日才登记 对此杨文佳表示心情很难过 直言 听感情曝光 还是前女友出面爆料而难过 不过不愿多说 锦铭却表示没有劈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黄光琴纵横媒体权多年 大风大浪的场面都见过 唯独做母亲这件事 她没有办法发挥灵力攻势 她从42岁开始准备生小孩 做了七次试管 每一次试管都要花十多万 那时夫妻俩刚好工作 清晃不接 是最拮据的时候 身上现金都不够 只好拿信用卡预解现金 到医院柜台缴费 七次试管 精通斗了七次刀 加上子宫外孕和子宫中隔两次 总共受了九次罪 她曾在书中描述 在漫长的人工生殖过程当中 最令她畏惧的流程就是麻醉 每一次举卵都会动一次手术 而且要全身麻醉 身心感受特别强烈 就像精 气 神被人抽掉 全身软弱无力 也突然体会到 人之所以渺小 莫次为甚 事隔多年 她毅然清晰地记得 麻醉那种刺鼻的味道 就在鼻尖 仿佛生死的气味久久不散 而这种恐惧 直到儿子真的走进她的生命 再稍稍淡去 之所以要用尽全力赌上性命 也要完成做母亲的心愿 她罕见放缓说话的速度 讲了一下才说 也许是受了妈妈的影响 说起自己的父母 她仿佛正在上电视通告 强大的气场完全爆开 开始挥动双手 大动作描述童年 剑拔弩张的家庭生活 军官出身的父亲 当年派驻花冬 虽然可能一出门 就要一两个月 才会回到林口干城儿村的家 但是每次一回来 还没进村 就有人来跟他们家通风报信 有时妈妈还在杂货店里 玩捡红点打牌 于是就赶快装城市出门买东西 提着一袋弹速速回家 爸爸那种巨人的个性 事情小到家里的桌机没有对齐 他都会发很大的脾气 有一次 爸爸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对妈妈大发雷霆 在吵得不可开交的当下 邻居全都跑来劝架 至今人偶印象的黄光琴笑说 那时候他还没上小学 一个小女生害怕哭惨了 最后是趴在妈妈的背上 被邻居连妈妈一起嫁了出来 至于妈妈 在爸爸的军事管理下 像是一位服从的士兵 也是爸爸口中带不出家门的女性 妈妈识字不多 又住在林口当年算是偏远的地方 偶尔上台北来喝喜酒 都可以看到她那种惊慌失措的模样 非常没有自信 而妈妈对家庭的无私奉献 却是黄光琴想尽办法 想要孩子的根源 早些年的时候 妈妈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打豆浆 不分春夏秋冬 一定让孩子们吃饱才会出门 她也形容 妈妈仿佛没有自尊 是家里的瘦气包 也是很传统的女性 后来 黄光琴因为有子宫中梗的问题 不容易怀孕 妈妈不知打哪听说了这件事 很自责是不是没把她生好 害她不孕 还曾为了要让他们夫妻俩补身子 有次她跟老公回到娘家 妈妈端出一盘蛋教她老公吃 而且一口气就让她吃了六克 还问她老公够不够 要不要再来几克 说起那时进出医院的求子岁月 黄光琴坦言不悔 因为老公这么一个大男人 五岁没了爸爸 从小有寡母带大 又是家中独子 只是在她45岁那年不小心爱上了她 也不过是要一个小孩 再加上她出身传统家庭 觉得一个女人就是要结婚生子 所以那段时间从来没想过放弃 也是因此 人工升职这条路断掉之后 黄光琴夫妻走上了领养之途 不同于大多数人想领养 还没有记忆的诱因 黄光琴一开始 就以较年长的孩子为出发点 因为她不想刻意隐瞒孩子的身世 反倒想给大一点的孩子机会 直到2017年 黄光琴循着正常管道 终于排出万难 领养了八岁的小男孩 夫妻亲力地称她为贝比 她还形容 仿佛天生就是她 只是颂子鸟投错了地址 黄光琴很喜欢个性开朗 酣直又体力好的小男生 直说贝比简直就像是他们的亲生 不但活泼不怕生 又很有自己的想法 最开始 贝比从不肯叫他们爸妈 到现在却是每天爸爸长妈妈短 就如一般家庭有喜怒哀乐 她的老公也说 仿佛原本就是一家人 但是对黄光琴来说 人生的重要事项排列顺序 已经完全不同了 从以往的工作工作再工作 到现在变成 还自由先工作过滤 唯一还要检讨的是身体健康管理 虽然她不在乎身材变形 但还是对身体有未经重视的 爱化可能十分担心 她儿子还小 心想万一哪一天她走了 儿子就成了没妈的孩子 根本不敢想象会多可怜 她也不讳言 早和儿子认真讨论过生命的无常 但儿子跟她说 要她把天堂的地址留给自己 这样儿子就能永远可以找到她 听到儿子这番感人的话 她当下立刻就潸然了一下 为儿子的懂事而感动不已 不过 虽然尝到为人母的滋味 但她却透露 夫妻俩现常为小孩教养争执 并直言 因为不是亲生的 老公怕儿子会有坏的细性 老公也因为个性自律 对小孩十分严格 像是会逼她一天喝两次牛奶等 但她忍不住告诫老公 小孩不像政治 不需要去改革 对儿子极为宠爱的她 有时候还会母子结盟 一起对付老公 此外 她还在《齐心书贝比来了》中 写到领养儿子那年她八岁 自己五十二岁 差距四十四岁 形成年龄鸿沟的隐忧 儿子十岁生日那天 老公更在网络上感谢写下 张爱玲说 你还没来 我怎么敢老去 毕竟儿子实在太小 她成年时 老公差一年就满七十岁 而她小老公五岁 那时也有六十四了 一想到可能在儿子大学 没毕业前就抛下她 心中便多了几分不忍心 觉得至少得等她出社会 安定下来才行 可就算儿子大学毕业 出社会 她还是放心不下 于是决定 索性就等到她三十岁 届时老公快八十岁 而她也已经七十五岁 她又对自己能不能活那么久 感到怀疑 在教育方面 未免儿子成为靠爸祖或靠妈祖 一般家长都会教小孩子 一切得靠自己努力 但黄光琴和老公 却反习道而行 很早就告诉她 现在眼见的一切 都打算留给她 包括现在住的房子 儿子也很机灵 接着就问他们 还有多少贷款 以后每个月 她又该缴多少管理费 直说怕自己付不起 好在黄光琴会告诉她别担心 因为再过几年 自己会把贷款全部还完 她还表示 儿子常在睡觉前 问如何选择伴侣 她就告诉儿子 不必一定要选漂亮的 重点要看对方个性好不好 适不适合你自己 最重要的是 要能帮到自己 也劝儿子不要太早结婚 太早生孩子 以免留下遗憾 更交代儿子 未来让她自然走 也无需葬她 直接下向大海 通过对儿子的叮嘱来看 黄光琴还是十分放心不下儿子 但她却又看透了生命无常 所以尽力为儿子 扑平今后的道路 还是希望她能多注意身体 用强健的体魄 陪儿子度过更长久的日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